南回县起点 方寮站 方寮站的座位好可爱 是莲物 方寮莲物干芒果干 看方寮香 我觉得很可爱 方寮车站 我现在在南湾 太阳快要落山了 风很大 但是很暖和很热 我在恒春 这是恒春的古城门南门 我发现恒春真的很热 我虽然觉得台湾已经比加拿大暖和的多了 但是恒春真的很热 难怪叫做恒春 现在二十多度 其实我穿T恤 穿半袖 还觉得蛮热的 而且一大早 阳光就很强烈 恒春的南门 又称明都门 是城内窟往南湾 墾丁的药冲 这个城门很完整 保存的很完整 很漂亮 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城门 是不是很漂亮的一个城楼 很漂亮的一个城楼 南门是光绪圆年 看到了一只猫猫 一只猫猫 很可爱耶 南门 日治时期曾铺设铁轨通过门洞 行驶台车 运送货物于南湾港和恒春城之间 恒春古常见于光绪以太年 很有历史耶 是2006年发生恒春大地震 严重损坏 是后来又 是后来又修复的 恒春老街 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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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楼 遭居民偷拆建材 而轻毁 西门可以上城门 可以上到这个城门楼 从城门上面看到的恒春 在城门旁边 在西门旁边还有一座寺庙 是用罩子罩起来的 应该是真正的原有的城门 说危险 请勿跨越黄线 就是有特别划定这个黄线 让你只能在这个里面走 不可以到边上去走 好像据说是有人从这个上面摔下去过 所以说特别的警告你 不让你跨越黄线 这是长门 西门附近的公园 还有这种 一些游戏的场所呀 之类的 这是共荣游戏场 里面还有厕所 这是叫做树立方休息区 是一个艺术造型的休息的设施 我觉得这个设施真的蛮有趣的 就是下面是让你做着休息的 寒洞是光绪元年年底铸成 到现在有一百三十三年多了 还是能够排水 椰子树 公园里面做的地方 也是这种红砖墙 细起来的 我觉得跟古城墙 古城门真的很大 嗯 从村古城的北门 在北门的城墙上面 北门的城墙好像还比其他城门的城墙还能多走一段路 嗯 嗯 好像还蛮长的 嗯 所以说可以在城墙上走一走 嗯 嗯 这个看上去像是个古迹 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当初的一些防卫的设施 澎春 树菇澎 台湾的西瓜好大啊 还有一个套餐 嗯 嗯 因为有人跟我留言说我在台北吃的共丸汤不对 是错的 嗯 说那个共丸汤里面没有没有这个香菜什么的 嗯 所以呢我在这边点了一个套餐3里面有共丸汤 嗯 还有干面啊 我看到有人吃干面的方便面啊 我觉得看上去很好吃 嗯 嗯 还有他们的招台菜 嗯 变了套餐13 这个是正莲的 嗯 这个鱼非常非常好吃 嗯 它的表皮有一点甜甜的 嗯 但是非常鲜 嗯 然后这个肉燥饭吧 嗯 还有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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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面 嗯 都蛮好吃的 主要是那个 啊 那个肉燥很好吃 一点都不腻 嗯 而且这个肉燥好像还蛮 就是所有的这个这个 连这个青菜里面好像也放了那个肉燥很香 嗯 然后这个是共丸汤 嗯 很大一杯木瓜牛奶 嗯 才55块 嗯 嗯 才55块台币 很大一杯 很好喝 嗯 我们是看着他们打的 就只有木瓜和牛奶 没有糖 嗯 我觉得很好喝 这也是我第一次喝木瓜的东西 我还没有吃过木瓜 但我觉得我蛮喜欢木瓜的味道的 我觉得很好吃 嗯 不是很甜 但是有一种特别清香的味道 嗯 我觉得很好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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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